路易莎是个平凡的小镇姑娘,有着一份普通的工作和一个并不体贴的男友。 男友是个运动狂,在她心里运动第一,女友第二,但路易莎从未抱怨,她对生活充满热情。 突然有一天,老板给了她一个月的遣散费,抱歉地说自己破产倒闭了。 晶晶爷爷工作了六年的路易莎突然失业,这对她家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。 父亲也失业在家,母亲要照顾年迈的外公,还有个未婚生子的妹妹,自顾不暇。 全家人都指望着路易莎的薪水过日子,她不得不马不停蹄地找工作。 在职业介绍所的帮助下,她被推荐到一个有钱人家做护工,要求不高,薪资不错。 路易莎马上换上妈妈老旧的职业妆去面试,尽管面试时紧张不安,还把裙子给崩坏了。 但雇主喜欢她乐观开朗,活泼健谈的性格,还是决定录用她。 路易莎还以为自己要照顾的是个老年人,没想到对方却是个年轻帅气的男人,名叫威尔。 威尔曾是个积极上进的富二代,热爱自由,喜欢冒险,有个漂亮的女朋友。 美好的生活被一场车祸打破,导致她的自知瘫痪,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后半生。 家庭医生南森负责大部分重活,路易莎问道, 我为什么要做什么? 南森回答, 我猜他,我猜他。 这简直就是路易莎的拿手活,她主动找威尔聊天,想要了解她的喜好, 可威尔却毫不领情,只对她提出一个要求,那就是在自己身边时不要那么健谈。 热脸贴了冷屁股的路易莎笑容凝固,但她依然认真负责地工作, 每天雷人的造型似乎是想逗威尔开心,而威尔就像看脑残一样看着她。 路易莎也曾想过放弃,但她十分需要这份工作。 威尔的遭遇也让她同情,尤其是得知她的前女友和她好兄弟在一起时, 二人还特意去看她,告诉她这个消息。 威尔表面笑脸相迎,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 前女友临走时对路易莎说了句话, 是的,威尔手上的伤疤透露着她不想得到帮助, 她甚至向父母提出安乐死的要求, 自己只会再活半年,半年后就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。 偶然得知这个消息的路易莎无法接受,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,两人的关系已经大有好转, 经常散步聊天。 威尔得知路易莎是因为养家而放弃上大学, 追逐服装梦想时,还鼓励她多出去见见世面。 路易莎也将自己喜欢黄黑条纹的连袜裤子时告诉了威尔, 使得威尔忍惊不惊,两人俨然已经成为朋友。 因此,路易莎不希望威尔就这样放弃自己。 她找来妹妹,表示自己不想再回去工作, 她无法看着威尔自杀,这太可怕。 妹妹安抚道,如果她心意已决, 那就好好利用剩下的日子让她过得特别一点, 列一份遗愿清单,让她看看生活可以有多美好。 路易莎受到启发,她要利用这段日子让威尔改变心意。 于是,她去图书馆查阅了许多关于照顾残疾人士的资料, 争得威尔父母的同意后,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 她带威尔来到赛马场,却在刚下车时, 就让威尔的轮椅陷在了柔软的草地里, 不得已叫来路人帮忙,这让自尊心强的威尔十分尴尬。 午餐时间,她没有会员卡,却非要进会员区, 与服务员的争吵引得顾客侧目反感, 更让威尔无地自容。 回家后,威尔又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, 第一次行动搞砸了,路易莎又想到了另一招, 她再次厚着脸皮,邀请威尔去看音乐会, 当她一袭红色碗里服出现时, 威尔也被她惊艳了。 两人来到音乐厅,威尔的目光却都在路易莎身上, 今晚对她来说太美好,美到红了眼眶。 不久后,路易莎邀请威尔去自己的生日会, 男友派特也来了,常常忽略路易莎感受的她, 看到女友喂其他男人吃饭, 她觉得心里不爽。 她送了一条印有自己名字的项链给路易莎, 路易莎难掩失落。 相反,威尔送了路易莎梦寐以求的连袜裤, 让她兴奋不已。 最后,威尔还帮路易莎的父亲安排了一份工作, 路易莎觉得受之有愧,威尔却说这没什么, 而且这意味着哪天你想展翅高飞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家人了。 不久后,威尔还收到了前女友的婚礼请柬, 她希望路易莎能陪她去。 婚礼上,威尔已放下过往,路易莎喝多了, 在酒精作乱下,她邀请威尔跳舞, 坐在她的腿上冲进了舞池。 威尔对她说, 路易莎为了继续帮助威尔, 放弃了和派特计划已久的挪威之旅, 而是要跟威尔去旅行。 派特十分生气, 这个只爱自己的男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。 两人大吵一架, 派特摔门而出的那一刻, 两人的感情也就戛然而止了。 路易莎收拾心情和威尔开启了旅程。 阳光, 沙滩, 海边, 两人的感情持续升温, 雷雨交加的夜晚, 他们相拥而眠。 路易莎以为自己已经改变了威尔, 但威尔却还是一心寻死, 她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, 无法让路易斯肩负齐照顾自己的重担, 而错过了能给她真正幸福的男人。 跟路易莎度过的这些日子, 已经是给她最好的礼物了, 死亡对她来说才是真正的解脱。 路易莎气不成声, 一切努力到头来还是徒劳, 而最残忍的是, 威尔希望她陪自己去瑞士, 陪着她直到停止呼吸。 路易莎无法接受, 这段里程也伴着泪水结束了, 很快,威尔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瑞士, 路易莎最终也下定决心要陪在她身边, 骄傲的威尔就这样在爱人的陪伴下 结束了短暂的一生。 几周后, 路易莎坐在巴黎的街边 读着威尔留给她的信, 她给路易莎留了一笔钱, 不足以让她下半身游手好闲, 但能帮助她追求梦想。 爱情好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